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塞尔达音乐专题节目 我是西蒙 我是Ran 我是福贵 今天是我们第三期节目了 也是这个跨语之息系列音乐节目的最后一期 然后前面两期我们分别讲了音乐在那个开放世界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村落 和一些场景的地方的应用 然后这一期我们就讲更具体的 然后最后落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上 就是战斗和玩家的一些交互行为 音乐是如何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技巧和文章的 那么有请 其实说到交互这个点 可能有些小伙伴就感兴趣的应该会知道 就是交互音乐 就是我们现在电子音乐领域蛮可以说蛮新潮的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 那交互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代表的是交流和互动 那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个比较大的音乐环境 然后根据我这个作曲家或者对参与者的这个操作也好 根据我事先编写的一些比如说电脑程序或者代码也好 那我会让这个音乐即时的发生一些变化 那比如说我在台上按一个键之类的 这个音乐就变了 或者是说那个刚才咱们台下聊的时候 其实我跟两位老师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那个毕业作品是用脑电波实时的控制这个音乐的变化 我听到这个音乐 我这个脑电波就会做出反应 然后我这个反应又会回去影响这个音乐 互相作用的 对咱们可能说的有点硬核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说 交互音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音乐 好听吗 其实不是很好听 挺学术的 就是做给老师听的 但是我估计如果好好做一下也能变成好听的 就看引导吧 看程序怎么写 有点像这个所谓的互动戏剧 就是观众会参与到这个戏剧的过程当中去 其实游戏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玩家会参与到游戏中这个音乐的 什么播放吧 可以说是 对吧 但其实交互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在电子音乐有之前很久 其实 就已经有了 就已经有了 其实两位老师可以想一下 就假设我现在在拉一个小提琴 那我这个音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我下一个音要什么时候进来呢 可能我的面前有一个谱子 告诉我什么时候 做一个改变 或者是我的这个手应该放在不同的弦上了 那也有可能是我的脑子里 有这么一个旋律的走向 我知道这个旋律进行到哪里 我知道下一刻 或者说再过三秒钟 我就应该换音了 那其实我觉得 这种最传统的最原始的演奏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交互 就是我和小提琴的交互 其实我们一说 夏尔达传说游戏里玩法 就是这个音乐的玩法 可能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 我能在游戏里吹笛子 这是时光之笛的设定 或者是什么大地的气笛 我能在里面吹排笛 天空之箭 我在里面弹树琴 对不对 那这就可以说是 我在游戏里面演奏了一个乐器 这肯定就是 不用说肯定是一种交互的形式 那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吧 别说我还真带了3DS来 但是 行吧 那就吹两首吧 3DS是什么游戏 3DS其实就是大地的气笛 就是插了一个NDS的卡 对 没错 我可能 现场吹了 可能大家已经听到了 这是通过它那个内置的麦克风是吗 对 就是机器的麦克风 机器的麦克风 就是它其实是很还原 你真正吹排笛的那种感觉 是吗 对 好 我现在进入这个吹排笛的界面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滑动这个屏幕 我就可以吹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 这就是吹了一个旋律 对吧 那如果我吹到特定的旋律 这个排笛就会演奏一首完整的曲目给我听 比如说 虽然吹的不怎么样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能明白 就是吹笛子或者说演奏乐器是塞尔达传说里面一个可以说是蛮传统的一个音乐的套路 比如说以前很多的游戏都是咱们就随便说了 就是开局 比如说给你一把枪 给你一条狗 对吧 你出去打天下吧 那你玩时光之敌的时候 就是好 开局给你一个笛子 你就随便瞎吹吧 一开始你也什么都不会 然后后来在冒险的过程中慢慢你学会了一个兴趣 对于一些懂音乐的玩家来说 这就很好玩 因为大地的汽笛 你是真的对人麦克风去吹 就好像你在吹一个真正的排笛一样 排笛或者排销都可以 但是如果对于不精通音律的人来说 那你可能就会导致一些 比如说卡关的状况 比如我这样 因为在游戏里面有一些特定的曲子 就是如果你不演奏出来 就这个剧情就没有办法往下推进 就比如说你要跟一个糟老头子 你要一起吹笛子 那通音律的或者学过音乐的 可能很容易就吹过去了 那不精通的 那我就一直在这吹了 我就永远无法继续往前 当然咱们说了这么多 虽然这是一种交互玩法 但这种玩法更多是为了学过音乐的 或者是说是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所设计的 那如果是不精通音律的人 他能在夏尔达传说的 这个游戏背景音乐里面 找到这种互动的体验吗 其实也可以 咱们上期或者上上期 咱们都有提过 以前比如说时光之敌的大地图 黄昏公主的大地图 甚至旷野之息的大地图 那这些大地图的BGM 会根据我们玩家的操作 产生变化 对音乐进行一些及时的改变 再比如咱们上期说了 比如说我出入海拉鲁城堡 室内室外的时候 也不一样 那就会变化 那这算不算一种交互呢 肯定是算的 那这其实就符合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交互的这个概念 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说 这些大地图的BGM以外 还有什么音乐能够反映 玩家实时的操作 而带来的一些变化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说到这个战斗音乐上 比如说 我就随便说一些吧 塞尔达传说的战斗音乐里面 我可能能从里面听出来 敌人离我的距离有多远 我可能能听出来 整场战斗 我是处于上风 我处于下风 我甚至在某些作品里 我能听出来 我是拔着剑的 我还是剑在窍里 我一拔出剑 这个音乐就变了 那这就是很细节的 并且也是很交互的东西了 因为你在游戏中 你是经常插把剑 因为我上学期 修了一门游戏音乐设计的课 然后教我们的老师也是 可以说蛮负责的吧 就是整堂课都在打游戏的那种 就是打游戏给我们看 给我们听 他给我们讲很多游戏音乐的这些 尤其是这种交互的技巧 那他说 因为他们那个团队 是做策略游戏的 就是之前其实跟你们说过 做的是文明 做的是XCOM 那 怎么让这个游戏的音乐 显得有交互性 那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把眼睛闭上 或者说洪老师在自己的屋里 我看不到电视屏幕的时候 我光听这个音乐 我能不能判断出来 我这个战局是什么 或者说那个 玩这个Switch版 还是VU版的 创业之戏是吧 这我觉得还是听不出来的 对 反正想说的东西 大概就是这么多 但是塞尔达传说 其实一开始 有这个战斗音乐的时候 也不是有现在这么完善的设定 所以这一期 我可能不会先从 旷野之戏开始讲起 我想先从历史上 可以说按发售顺序 讲这么一遍 把历代作品的 这个战斗音乐 优良传统 还有一些革新的地方 我都想说出来 看看怎么进化了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听 时光之敌 因为时光之敌是第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3D的 塞尔达传说游戏 也可以说是系列 第一个带战斗音乐的游戏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时光之敌的战斗音乐 怎么样 我看到洪老师在点头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那这种音乐 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比如说 我在一个神殿里探索 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敌人靠近我了 那就是我靠近这个敌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音乐 然后我就跟他打 对吧 打完 然后这个音乐 就又回到之前神殿的音乐 这其实就是 地图BGM到战斗BGM 再回到地图BGM 简单的切换 对 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切换 然后 咱们这说的还只是 大地图上碰到小怪的音乐 如果是碰到打boss 或者是中boss 那就更简单了 我进入到这个房间 对吧 房间门一锁 那我就得跟这个中boss打起来 然后听了这个中boss音乐 无论我是靠近 还是远离这个敌人 这个音乐 都是一直在后面拨着的 直到我打败这个boss为止 那这其实就是 时光之敌 对于小怪和对 大boss的一种区分 对 那小怪和boss的区别 还有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 当我打boss的时候 万一boss有好几个形态 他换到第二个形态的时候 那我这个音乐 可能就换一个 换一首不同的音乐 或者说把原来那个音乐 升一个调 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在后来作品里面 有人玩过了 比如说天空之剑 天空之剑里面打boss 就是比如说 就有一个很火的boss 叫魔师神器 打那个魔师神器的时候 它有一个第二形态 它突然从地上站起来了 然后掏出六把大刀 然后过来砍你 那那个时候 那个音乐就整体往上挪了一个调 对 那其实 咱们这会儿 其实也可以听听 就是魔力面具 也可以说魔基拉的面具 那里面其实boss也是分形态的 尤其是最终boss 就是那个 就是魔基拉的面具本身 对 那我们一开始打 这个魔基拉的面具的时候 那个音乐 其实是很忧郁 很灰暗的 咱们可以先听一下 这是它的第一个形态 这时候打的还是骷髅嫂子吧 不是 就是那个飘在空中的面具本身 对 骷髅嫂子这会儿就差不多两个人 就随便这么一听 就听出来就是很压抑的 但是 它接下来 它又怎么变身呢 能变出腿和胳膊来了 然后它在舞 它在这个 战场上面各种跳舞 各种杂耍 你倒是再 再听那个音乐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进入二形态 这就跟之前造成了强烈的对比 所以虽然我这里说的有点跑题了 但其实我说的是 这种战斗音乐也会反映出这个BOSS的特性 或者说它的性格吧 BOSS已经更疯电了 对对对 就是它 因为魔力面具本身就是一个很 对就像您说的是 疯疯癫癫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对 但是咱们刚才说 时光之敌也好 魔力面具也好 它们 总体上来说 还都是蛮保守的设计 就是我在地图上 然后到怪物 然后再回到地图 或者是我进入BOSS房间 一直打BOSS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设定 但是 等到了风之律动 咱们就从98年跳到02年了 然后从N64跳到了这个NGC平台了 到了风之律动的这个时代 我们平时所玩的这个战斗音乐 就跟时光之敌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这里放的这个版本是HD版的风之律动的 但是这首曲子里面包含了 你在正常游戏中会听到的各种战斗音乐的变化 现在就是战斗开始了 就是敌人 附近有敌人 然后听到这个高频的弦乐了 这个高音 这就是你拔了剑 然后现在有敌鼓了 有这个军鼓的这个鼓点在背后 这个鼓点为什么会出来 是因为你肯定是跟敌人交了手 你肯定是当的 交手之后 只要你靠近敌人 就会有这个鼓点 如果你远离敌人 这个鼓点就会消失 但如果你不交手 那你就一直在一开始的那个阶段 你就不会进入这个阶段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不停的loop 如果你在这期间 比如说我把剑收起来 那那个高频的弦乐就没了 然后如果你跑掉了 那那个鼓点就没了 所以其实就是这么短短的几轨 其实是同一首曲子 它只不过是写了好几轨 不哭了几轨 对 当然这几轨不是同时放出来 它是 它检测到你这个剑拔出来了 好 那我给你放这个 那它检测到你靠近敌人 然后并且你们之前打过 好 那就给你把这个鼓点加上 那这个设计 是不是就比之前我们看的 那个时光之定 要丰富了 要丰富要高明很多 除此之外 风之律动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心心术 你可以说是HP 对 你的HP不够了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的时候 这个战斗音乐是会加速的 那比如说之前我们刚才听了 那可能现在就变成 更紧张了 对 让你更加紧张 直到你喝药 那个把你的鞋补回来 对 但这个其实会让很多 那个手餐党更加的紧张 紧张 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就是要不是为要不然 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了呢 他可能也提示你该喝药了 对 但是就是让你觉得我快死了 不行了 满手都是汗 就是如果他提醒你要喝药 但你又没有药 那你就更绝望 对对对更加绝望 所以几个简单的变化 这整个战场的局势 都清晰地反映出来 一无聊人 对 那时光之敌就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 因为我也是混赛尔达传说圈子很久了 就是我以前也经常在贴吧上看 说很多人说 比如说风之律动是赶工的作品 不好 有些人说风之律动是卡通风格 就我就喜欢时光之敌 黄昏啊 旷野之西这种 就是你知道吧 六头身 七头身这种领和 那我就觉得 这卡通我就不想玩 那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一部作品 是值得被一棍子打死的 对不对 那风之律动可能是有点赶工 它后期是有点跑路 对不对 但是你就说它这个音乐 游戏音乐这个理念 对吧 我觉得很超前 其实现在旷野之西 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拔剑的这个东西 可能你一直拔剑收剑 这个音乐会变得很 变化很大 但是正常人是不会那么玩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对 那这个设计在后来很多作品里面 也都有传承 比如说黄蜂公主 咱们之前说 就是交手之后会有固点 对不对 那黄蜂公主 它甚至改成了 交锋之前是一首曲子 交锋之后是一首曲子 那比如说 有一个敌人在我附近徘徊 我就听到了 战斗曲子的第一首 突然这个敌人咬了我一口 或者我突然砍了这个敌人一刀 好 战斗音乐变到第二首 其实我们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变化 现在听的是 预敌之前 不是预敌之前 就是敌人献身 出现了 对 相信玩黄蜂的 这些都是 玩过系列作品的 都是对这些了如指掌的 听了太多次了 这些已经交手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就这一整首都是没有交手的曲子 就听这么多吧 好 那接下来听交手之后 是不是听着也很耳熟 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脑补黄昏灵刻在那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这个点子从哪来的 其实还是从风之律动来的 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新的 可以说是一些巧思吧 但是黄昏公主并没有 风之律动那种 就是拔了剑或者是 但是加古典的确实是 就是两首曲的不一样 对 其实就是反应 我也不知道 就是之前是还没开战 之后是正式进入战斗 对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天空之剑 其实也有类似的东西 它其实跟风之律动靠得更近 它是 敌人在附近的时候 是一首曲子 其实天空之剑的战斗音乐 大多数都是以古典为主 就是 动刺大刺这种感觉 但是 敌人靠近的时候 是一种古典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锁定了敌人 又是一种古典 这个古典就加新东西了 对 那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区分 你是否有锁定这个敌人 就是你是不是想打这个敌人 如果我想打这个敌人 好 音乐立刻转变 然后还有一种变化 就是当你拔出剑 因为天空之剑 这个剑是一个卖点 对吧 你拔出这个剑 你是可以各个方向去挥 然后只有特定的挥动方向 才能打到敌人 所以拔出剑之后 这个音乐又是一种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 其实跟风之律动的设定 其实差不多 除了这个锁定的这一点之外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再听了 那现在风之律动也说完了 风之律动说完之后 接下来到黄昏公主 黄昏公主是06年 然后 0607吧 就是NGC上也出了 然后Wii上也出了 对 主要是出的是Wii版 这部作品的那个打小怪的这个音乐 其实咱们刚才已经听过了 那接下来 其实我比较想说的是这个 黄昏公主里面 BOSS战的一个设定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对黄昏公主里面 哪个BOSS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比如说红老师吧 BOSS呀 黄昏公主里 就是骑着这个 坐着 驾驶那个螺旋的 那个什么什么 在那个一个塔 一个塔 那个转来转去 有一套巨大的龙 那个 不停地追它 在说啥 你怎么不记得 哪个迷宫啊 我都忘了 我也 我也记不太清楚 我就记得我这个 失败了N多次 太早了 就是那个脚踩那个陀螺 转来转去 沿着轨道 然后一路可能生 但是你生的时候 你要躲开 这个叫苏形古代兽 哈拉吉刚托 对吧 对 这是观众翻译 观众翻译 苏形古代兽 然后哈拉吉刚托 对 那我想说的是 这个 这个boss 其实不光是这个boss 黄昏大部分的boss 都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迷宫boss 就是都会有这么一段 你用 你在这个迷宫中的 得到的道具 去对抗这个boss的 这么一段 可以说这么一个 战斗的套路 对 那你在那个迷宫里面 得到一个陀螺 对吧 然后你用这个陀螺 去跟那个 哈拉吉刚托的 那个头去对抗 你去追它 你去追它 砰撞到它 它就掉到地上 它掉到地上 这其实就是 你用道具弱化了 这个boss 然后接下来 你就是进入到 你砍它的这个阶段 当它进入到 你砍它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游戏的音乐 就会从 boss战的那首音乐 变化到另一首音乐 这首音乐 我个人是把它叫做 黄昏林克的 楚行曲 就是我在楚行boss了 就是 就是终于轮到我了 就是 战场上的局势 现在完全改变了 就通过我的聪明才智 我让boss屈服于我 然后现在我可以砍它 我完全占据了上风 对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首曲子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有没有印象 我相信是有的 因为很燃 本来就得音乐不敏感 这个时候 就是可以想象你在砍 对吧 没有那种可怕的氛围 对 赶紧上 甚至有点燃起来了 对 就是弦乐交错 然后表现这种 这种激燃的感觉 那其实刚才这首曲子 如果你仔细听 它这个旋律 这其实是来自 海拉鲁平原 里面的一段旋律 所以这其实是海拉鲁平原 的一个变奏 那换句话说 就是黄昏公主 它给林克 给这一座的林克 增加了一个 就是处形的时候 会自带BGM 然后自带这个BGM 还是来自他们 他们这个大地图BGM本身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 该怎么说呢 它其实就是渲染了 你在战局中 处于优势的 这么一个情境 也算是一种互动 也是对于你 解开谜题 打倒敌人 得这么一个奖励 类似的 这样的处形曲 其实在天空之剑也有 其实在旷野之戏也有 但只是针对特定敌人 我们之后会讲到 天剑其实也有 然后 并且但只是 但只是在某些BOSS上出现 某些使用道具 弱化敌人的 这种BOSS上出现 因为弱化之后就会有 对 但是如果比如说 我打的像是 吉拉西姆这种 我只需要是 拳拳倒肉 不是 剑剑倒肉 这种战斗 那就不会有 就不会有这种 太明显的优势和劣势的 这种转换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天剑的这个 其实我更喜欢 天剑的这个 这首可以开始看 有点进行曲 就是威风凛凛的感觉 然后这首曲子是指出现在 应该是大地之神殿 还有那个杀行船的BOSS 就是因为这两个BOSS 一个是我用炸弹 喂到他嘴里 然后弱化他 另一个是我用剑射中 他的眼睛弱化他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但是天空之剑 还有一个比黄昏做的好的地方 就是他甚至给 其他在战斗中帮上他的人 也准备了一首雏星曲 比如说 天空之剑有一个 臭名昭著的战斗 就是打那个被封印者 或者说那个封印之物 那他为什么呢 因为 整个主线流程里面 打了好几次 打了三次 然后打这三次 第一次是林克自己摆平的 第二次 第三次是后来 就是林克有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好朋友 也可以说是一个情敌 他是喜欢塞尔达 然后就开场 他天天欺负林克 对 他名字叫巴多 然后巴多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bird 就是鸟的音译 对 那 就是 当我们打这个封印的 这个怪物的时候 你需要呼唤巴多 让巴多用他的那个 投掷炸弹的那个设备 英文叫grucinator 那个gruce就是巴多 然后后面就是terminator 那种感觉 就是巴多终结者 用他的那个投石器 投一个炸弹过去 把这个怪物 眩晕在原地 这样你就可以攻击他了 那 当你呼唤巴多 让他发起这个攻击的时候 也有一点 这个游戏的音乐 就会变成他的主题 这个战斗音乐就会 就会随着你控制哪个角色而变化 男二号 可以说是男二号 对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战斗的实况 进入战斗 怪物出现了 这音乐跟哥斯拉似的 怪物展示也像 好 好现在巴多跟我说 来叫我吧 对那就是他做的那个 投炸弹的装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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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切过去了 就是他刚才有一段 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其实就是巴多特自己的那个人物一样 好现在 现在又回到林克了 开始砍脚趾了 对 好后面就不用看了 嗯 当然我想说的就是 呃 疼了 对 对 砍脚趾当然疼了 帮他剪只剪了 呃 但我想说的就是呃 就是当我们操纵到巴多的时候 欸 巴多的他自己的那个人物歌的那个旋律 我刚才听到这个 � Rebecca 看到了 刚才这个 听起来压迫感很强的这个音乐里面 呃 呃 是给他增加了一种滑稽呢 还是增加了一种 呃 通力合作的通力合作的这么一种 sint 感觉轻松了一些 对 稍微轻松了一点 对对 安全感有了一些 嗯 就是 呃 我是你兄弟 我在这 有我在呢 没事 对不对 那像这样 就是在BOSS战里面 融入一些 这种音乐的小细节 其实塞尔达传说 还有很多的BOSS战里面 有用到 其实我都很喜欢 我个人印象很深的是 还是风之律动 就我今天主要吹风之律动 对 也是把音乐融入战斗 那个风之律动里面 有一个BOSS叫做幻影盖弄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有没有印象 对 平方球 其实这个BOSS之前 以前的作品里就有 时光之底就有 然后打平方球 这个也是 就是众神就开始打 他就会发射一个魔法电球 然后对林克发射 然后林克如果挥剑 或者挥动我的空瓶子 挥动什么东西 就能把他那球打回去 然后来来往往 一直打到 要么是你被电到 要么是对方被电到 但之所以我想吹 风之律动的这场战斗 是因为 他把音乐的变化 融合到了你打乒乓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打乒乓的时候 打中了 这个音乐的音调 就会升高半音 又打中 又升高半音 就是慢慢的烘托这个气氛 一直到最后 有人被电到 这个高潮 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首音乐的编曲我也很喜欢 这首音乐的音乐的音乐 就是这样的音乐 这首音乐的音乐 就是这样的音乐 这里这一段的旋律 其实是从时光之敌 打乒乓的那段旋律来的 就是时光之敌 打盖农多夫最终boss 也是这个音乐 然后这里又是幻影盖农 所以进一步表明 他们其实是有关系在里面的 其实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可以跳过了 后面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东西了 这就是在打乒乓的这个过程 然后您听到刚才 这就是我输了 他就泄气就下来了 这又回到原来 又开始打了 一路升 因为也是越打越快 这就是打中了对方 当然我们现在这么听 可能还是感受不到 他真正在游戏里 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听一段实况 你会在这里面听到 灵鹤徽剑的声音 解说实况 对 球过来了 打回去了 又回来了 又回去了 这个音乐越来快 打中了 一直在升调 是 后面好像还有一次是 快打失败了 等你 也可以再听一下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打回去了 又打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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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其实就很好的 渲染了这场战斗的 气氛 对 继续渲染了气氛 然后也是 也可以说是 这个音乐在告诉你 你又打回去了 在鼓励你 对 继续打 然后同时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 他对于 就是你赢了 或者你输了 都有一个 这么一个音乐的解决方式 比如说我赢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 华丽的这么一个 鼠和弦吗 然后回到这个 鼠和弦 就给你一种音乐 解决的这种快感 那如果你是输了 那输了并不是 直接回到那个 就是那个boss音乐 他也是给了你 做了一个过渡 这就是 也可以反映出 老任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 真的是对于 打乒乓的 这双方都很公平 就像我们说 友谊第一比赛 不是 是是是 可以可以 对吧 就是 你赢了也好 你赢了也好 对方赢了也好 都有一个音乐的反馈 对 类似这样的东西 其实黄红公主也有 比如说黄红公主 最终boss战里面 就是两位老师 可能都记得 就是两个人 站在平原的正当中 然后 纯粹的用剑 决一胜负 对 他们中间就有这么一个 交手的过程 就是 干恩多夫 拿着剑向你劈过来 然后你摁A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摁A 然后就能跟他的剑相交 然后两个人开始拼剑 然后就 我能压住你吗 然后你能压住我吗 类似这样 那在那一个过程中 我占了上风 或者你占了上风 音乐都会跟着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这首bossbgm 这是黄昏最终战 这是黄昏最终战 不得不说 我真的觉得就是老人真的是很会写这种战斗 尤其是给塞尔达传说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听一下双方交手的时候 就是真正拼剑的时候的音乐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变化的古典 听到这个时候就说明盖农快赢了 他压过来了 他把你推倒了 又回来了 说到推倒的时候 洪老师突然笑了一下 然后又开始一场 这就是我们要赢了 到我的处行去了 对吧 可以肆意的推开了 对 这就是我把盖农推开了 对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其实 其实也是 就是林克努力的战胜敌人 然后进入自己的处行阶段 那盖农努力的推开了林克 那他也有他自己这么一段处行去 其实虽然说的有点跑题了 但是咱们刚才又说了好几个 也是历代作品里面 这些音乐 战斗音乐经验的一些地方 同时也都是跟玩家互动 很到位 然后也很 可以说很得体吧 但是像刚才这个幻影盖农这种细节 或者是跟跟盖农多夫拼剑这个细节 其实幻影之息还是并没有太多 对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脑洞 就是之前我也跟洪老师聊过这个事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旷野之息里面 跟那个西多王子坐在他的背上 我们要 他要把我们送到天上去打那个神兽 对吧 那假设他把我们送到天上的时候 就像刚才似的 这个音乐突然变一下 给你渲染一下 我要射箭了这个气氛 或者是 比如说我打那个西诺克斯的时候 我射箭吧 射中了他的眼睛 对吧 他倒下了 那这个时候我要是有一段主情曲 是不是更好呢 但其实我又一想 可能也不见得好 为什么 因为旷野之息的林克他失忆了 他失忆了 我还能有自己的曲子吗 这可能就想得太多 强行解释 对强行解释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完了 《黄红公主》对不对 那最后我们再说 《天空之剑》 《天空之剑》也是旷野之息之前 上一部 《家用级》的大作 这部作品音乐是真正的交响乐队录制的 就是以前的可能都是MIDI做的 或者虚拟乐器 对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Soundtrack 它的这个质量 肯定是比以前好 至少音质是这样 就是这个《天空之剑》的 这个大地图的BGM 可能不像我们之前说 《时光之敌》或者《黄红公主》 那么多遍 就是会随着我们玩家的操作而改变 但是《天空之剑》 有这么一个新玩法 它玩法是什么呢 就是林克可以跟着这个大地图的这个音乐 弹它的竖琴 而我弹竖琴的时候 就我相信如果拿实际玩的话 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挥这个手柄 就真的有一种 好像我在拨弦的这个感觉 那拨弦 我拨出来的这个和弦 肯定跟大地图上的那个是契合的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挺新鲜的一个设定 就有点像你在玩音乐游戏 感觉自己很会弹 对 可能这个竖琴也是魔法的竖琴 因为正常一个弦都是对应一个音的 我们平时说大地图BGM也好 或者说其实战斗BGM也是能配音的 其实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听一下 它真正在游戏里是怎么运作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云中阁 他怎么还不弹 好 背景音乐的和弦变 我弹的和弦也变了 怎么弹都好听 对 那这样的设计是怎么做到的 程序员做到的 对很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虽然就哪怕是用真正的交响乐队录制的曲子 他可能也能在里面做 比如说从第0秒到第10秒 你这个竖琴就只能弹这些音 那这些音就能构成一个和弦 那这和弦就跟那是齐和 对 同理 比如说10秒到20秒换和弦了 好 这个时候你这个竖琴也应该换 那其实跟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风之律动的那个战斗音乐就有点像 它可能也是竖琴单独有一轨 就是它那一轨的音乐 可能现在就没有播出来 只有在你弹竖琴的时候 它才会播出来 那如果我能把这个东西同样运用到我的战斗BGM里面 那我就能又给战斗BGM玩出一些花样出来 对 其实类似这样的 你可以说是运算的法则吧 也并不是第一次在天空之剑里面出现 之前其实风之律动 好 我又开始吹风之律动了 风之律动 我相信两位老师玩的时候可能也注意到过 你用你的剑命中敌人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说命中像是铠甲这类东西 就是真的打到肉的时候 打伤对方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啪这个音效 或者是嘚嘚嘚嘚之类的 这种音效 其实就是游戏在反馈给你 好 你现在有确实的命中这个敌人 并且有意思的是 这些音效跟我们的游戏音乐 其实也是契合的 调也是一样 对 调是配得上的 对 我们可以再听一段实况 听到了吗 嗯 有几个登登登登 对 并且 根据你出招不同 它那个音效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跳坎的时候 然后如果我是闪避斩 那可能就是 所以如果弘老师在自己的屋里 他听到这个 他可能就知道 在玩VU 对 他现在可能出了这一招 他或者现在用了这个技能 对 那类似这个东西 其实在天空之剑也是有的 但是天空之剑 我觉得做得比 风之律动成功的这个地方 在于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音效 在风之律动里 只限于 普通的小怪战斗 和中BOSS战斗 真正打到大boss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这些音效的 就是你砍到boss的时候 你听到的是boss的惨叫声 就没有这个音效了 但到了天空之剑 每一场boss战都有这个 那为什么风之律动 他不放 他不在打boss的时候 放这种卡通的音效呢 可能第一个也是为了 不破坏这个boss这个气场 严肃的气氛 对因为 真的是要认真面对的敌人 第二也是因为 风之律动 其实我一直在吹他的一点 就是他的每一个boss的音乐 都是不一样的 而如果你看 黄红公主也好 天空之剑也好 至少都有几个 重复使用的bgm 对 其实《旷野之戏》也是 就你打每一个恶咒概农 都是同一首曲子 差不多 但风之律动就不一样 每一首 每一个boss都有自己专属的bgm 那可能他也是为了 想让你去多注意 多听这些bgm吧 因为并不是任何时候 都能听得到的 对 但其实天空之剑 也不是每个boss都有 就是砍中敌人的音效 就比如说 你打那个空之大精灵 打那个纳利夏 上面那个寄生虫的时候 就没有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有的 可能还是根据boss的气质 和身边来的 我觉得也是 可能也是跟他那个游戏引擎 能不能同时播放那么多音有关系 天空之剑 因为你可以挥剑速度很快 那你就 第一可能是会给你的游戏造成负担 第二 因为当时在天上打 天上打本来就有各种什么风声 什么 运算比较多 对 可能也可能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当然 其实 这都有点扯远了 我想说的就是 我挥剑 砍中敌人 有这么一个音乐 或者说是一个音效 然后这个音效 跟音乐契合 其实就是 给你的战斗增加了更多的音乐性和互动性 哪怕你不懂不懂音律 好没关系 你只要上去砍就是了 你上去砍 我在后面把这个曲子给你配好 对 大概就是这样 是和谐的 对 就如果你听一下 我们刚才听了那个 风之绿动的那个战斗音乐 如果听到后面 你会听到它里面连音效都带好了 对 这原声里面的 对 也不能浪费 做了还得放进来 所以你只能听出来 它确实是事先写好的 只不过你刚好在这个地方挥剑 那好 那就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就给你播出来 对 那说了这么多 是吧 我相信两位老师也听得出来 就是 夏尔达传说系列在不断的 进化 可以说是进化 可以说是不断的在研究新的 让战斗音乐变得更有意思的这种方法 那这些方法 到了旷野之息里面 有没有得到继承 有没有得到体现 答案是有的 那必须得是有的 对吧 要不然录这期节目干嘛 好 前面铺垫了一小时 是为了说这个重点 但是旷野之息 也有自己的新东西在里面 其实在说之前 我觉得还是可以 咱们先听一下 旷野之息平时战斗音乐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有敌人在附近了 并且他要注意到你了 敌人紧张 还是在试探 这里又换了一个调 它这个调好像是随机的 就有时候会用这个调出来 有的时候会用那个调出来 好 现在进入到B段了 对 就好像是你要 据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需要对敌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就如果我造成伤害够多 那他就会更快地进入到这一段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时长是可长可短 如果你在这一段也造成了大量伤害 他后面还有一段 这到C段 这是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是你在刚才B段里面 打得很凶打得很激烈 对 然后敌人还没死 对 就是这样 就能到这一段 然后之后可能又会回到B段或者A段 其实后面我觉得都不用听了 但我们感觉C段不是那么常见 C段其实在打那个莱尼尔的时候 打人马的时候 或者打一概队成员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的战斗的时候 但是那个战斗其实是有他自己的BGM 但是他那个其实跟这个一样 也是ABC三段 就是开始中端 交替的来 对 和后面 也可以听一下 听一下吧 这首可以说是强敌的BGM 好 这就直接进到B段了 所以听这些我们也能感受到 就是旷野之息的这个战斗音乐 做的比以前的更加圆滑吧 因为以前的可能是交手之后 立刻换到另一首BGM 或者是交手之后立刻出来一个鼓 但现在这个就不一样 没有那么绝对的时间 就如果你第二段打得不好 他可能会直接让你回到第一段去 对 你看这就是到了第三段了 C段 对 好 我们就听这么多吧 好 同样的段落会出现在不同的调上 这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也是增加这个战斗音乐 这个随机性 根据你是否有对这个敌人 比如说造成足够的伤害吧 或者是可能是打得有多凶吧 比如说我之前录了一段视频 录了这段视频里面是 我不小心点着了一个炸药桶 点了这个炸药桶 炸完之后 立刻 尤其音乐就从A段到B段了 他可能自动觉得 这都已经爆炸了 你不能再继续待在A段了 对吧 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小怪的BGM 还有这个中爆起 LinearD的这个BGM 那他其实继承了 我们之前所说过的什么呢 就是交手之前是一个音乐 交手之后是一个音乐 但还有另一个继承的东西 就是我挥剑 我砍中敌人的时候 或者我射箭射中敌人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奖励的音效播出来 而他播出什么音效 是根据你现在处于A段 B段和C段决定的 如果你是在A段 或者是C段 咱们先说A段吧 如果是在A段 他就会播出相对和平的打击音 一个打击的声音 如果是在B段 你就会听到钢琴的声音 如果是在C段 你就会听到相对强烈的 比如说波茶 这种 它配器不一样 对 它会不一样 然后如果我是在A段打到敌人 因为A段的音乐相对比较舒缓 那就不是每一下都有声音 如果是到C段 那就每一下肯定都会有声音 那这个打击乐就变得相当复杂 你好像就成为了 这个BGM里面 乐手 对 的乐手之一 我在这里其实也录了两段30秒的视频 第一段说的是普通的战斗 第二段说的是 就是进入到B段之后 就是打一下出钢琴声音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之前 A段 对 A段的 其实我打的不是很好 听到啪的一声 因为我打的频率比较快 所以不是每一下都有 好 现在到了B段 好 战斗结束了 战斗结束就算了 咱们听第二个吧 第二个很快就进入到B段 我防御了一下 火药桶炸了 进入到B段了 有听到就是那个高处的地方有钢琴的声音出现吗 我觉得可以再听一下 那么细微 对 那其实这就是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风之律动的那种 但是它并不是跟战斗音乐完全契合 它就是你再怎么打 都是这三种声音 那还有就是C段 咱们还没有展现 C段我这里有一个Linear战斗的视频 我在这里是被虐了 你知道吗 但是到后面我还是 又打回来了一点 我进入子弹时间了 这是C段的音乐 您能听到它那个打击乐 是在我挥剑打中敌人之后 一秒钟左右出现 感觉是特别细微的 真是挺细微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刚才是处于子弹时间里面 就是处于刚才那个林克时间 那在那个时候 这个音乐是会稍微有一点变化的 就是它会加一个滤波器 让它听着并不是那么清楚 你不说又是完全不可能意识到的 这个小细节 但其实就如果是正常战斗中 就不像我刚才那么打 那我就对它劈一刀 你就能听到是有这个音效在里面的 这个真正玩的时候 是不可能注意到的 但你会注意到 确实它这个音乐很丰富 然后色彩 在不同的这个战斗的阶段吧 它也是能反映出来 你现在是 你是在占上风 还是占下风 就如果你连C段都打不到 那你回去接着练你的技术去吧 对吧 好的 对 可能两位老师没有听过C段 也是因为 打不出来的 对不起 看人马就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那其实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于 第一是它能够很灵性的展现 你现在是刚开打 还是打了很久 打得很凶还是怎么样 第二是 不同的阶段 它这个配器的方法 你打中它 播放这个音效是什么 是有区别的 对 那类似这样的细节 不光是 不光是这两手BGM有 如果你到其他的BGM去 比如说 很多种类的敌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战斗BGM 这其实也是 跟系列以前 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 神庙里的守护者 有一个BGM 就那种小型的守护者 那 毁损的守护者 就是 被埋在地上 动不了的那个守护者 也有个BGM 它瞄中你的时候 对吧 那玩好的守护者 瞄中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挂了 我说前期 对吧 那它的BGM 其实都是互相有区别的 不同的守护者 就是有区别 我在神兽里遭到敌人 有一个音乐 对不对 我打西诺克斯的时候 是一个音乐 我打石头人 是个音乐 甚至 莫尔德拉几克 对吧 就是那个沙漠里的 那个大鱼 也有自己的BGM 那 他们也都各自有 不同的音乐设计 就比如说 我们神庙中的 那个守护者 就是我们经常去 什么励志试炼 什么中阶 是吧 励志试炼 什么高阶 那 我们在打他们的时候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BGM是怎么变化的 没有 就是他的变化方式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正常战斗 就这么一首曲子 但是在你打到他的时候 好 切换到另一首 但是就切换几秒钟 然后再回来 这其实有点像 黄昏公主的那个设定 但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还会回来 先听一下 他也是 这也是一段实况 我录的 这就是正常战斗比 这样 好 我被揍了 好 我又被揍了 我又被轰了 我打了他这么一下 打了他这么一下 现在换了 换了 对 现在变成了 他好像每次都是在你击中之后的一秒钟 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 他肯定是之后 他要找到下一个能够正常衔接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对吧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那些叮光的那些东西 可能也是为了要在节奏上 在拍子上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 他就是想要这个延迟的效果 是吗 对 也可能是这个 因为这次战斗走位之类的设计比较多 对 他可能不会说判断你持续会处于某一个状态 让这个东西变化没有那么明显 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让你觉得舒服一些 可能别人你刚砍一下你又被揍了 然后 对哦 变来变去 对变来变去 对 但是好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守护者这个BGM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你天天 就是你在神庙里经常要碰到这个敌人 因为那类试炼真的太多了 这其实也是之前洪老师跟我说 就是他觉得这个有些神庙太水了 很痛苦 全都是战斗的 战斗的神庙 对 但是正因为全都是 那他才要给这个敌人一个一点特殊的东西 对吧 那就不能跟正常的那个战斗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他在战斗结束的时候 他会播放一段小小的音效 比如说我快把他砍死了 他要杀我了 好把他杀掉了 有一个结束音 对 其实正常的战斗 就我们在大地图上的战斗 也是有这个结束音的 比如说我打一个波克布林据点 我打完之后 他那个据点不是有个宝箱吗 就会打开 就会播一段小音乐 然后叮叮叮 好结束 宝箱开启了 那这同时也是 这既是宝箱开启的一个音乐 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刚才那个战斗 这个音乐的一个总结 也就是一个 可以说这叫什么BGM 这叫战斗结束BGM 对不对 我这么一说 其实就能理解了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提的敌人的战斗 就是莫尔德拉吉克的战斗 这个敌人的战斗 可能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跟以前夏尔拉传说 这个战斗方法最相像的 因为同样是你要找弱点 它刚开始在下面 你打不到它 你得想办法把它引上来 比如说我用炸弹 洪老师是用什么来着 我也不记得 你是用炸弹剑是不是 好像是 对吧 你不管怎么着 你把它炸上来了 对 炸上来之后音乐就变了 为什么 因为你用道具把它弱化 对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首音乐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开始 一开始它在附近的沙子里面 游来游去 对游来游去 然后你一听 这其实也很有沙漠风景 我来自中东的古典 对对对 变了 还是同一首曲子 对 其实听这些都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接下来跳到 它被弱化的时候 我 我需要找一下 诶 快到了 这就是它躺尸在沙滩上 然后 等着你砍它了 但这个其实并不像是 旷野林克的处形曲 这就是更像是 它自己 这叫什么 它快死的 这么一个滑稽曲目 但是您现在再一听 经过刚才的这么一番厮杀 现在这个大地图上 这个音乐已经变化了 已经不像刚才那个 只有五点了 现在已经出现显乐了 其实这段很好听 换句话说 它跟我们平时说的 从正常战斗到处形曲 再回到正常战斗 不一样 它是从正常战斗A 到处形曲 到正常战斗B 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敌人 设计了三段音乐 这还没有算最后战斗结束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最后战斗结束 对吧 那咱们光听这个 可能还感受不出来 真正战斗结束 因为战斗结束之后 它那个敌人是会爆炸的 对 然后你就看一团黑烟 然后伴随这个音乐 你就觉得哇 你赢了 然后你发现地上都是宝箱 对 咱们也可以听一下 马上就把它打倒了 你还能听到怪物的惨叫声 对吧 那这其实也就是音乐和音效的配合 当然 这个其实有点 有点跟我们讲的没关系 我想说的还是互动这一点 就是我解开了这个谜题 我知道怎么打它了 好 音乐换过来 奖励我 然后 我打完之后 那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打它了 那我接下来的打法就好打 就不像之前那个古典 那么 那个古典其实也是表现 你压力蛮大的 但后面它出现弦乐了 就好像 我知道这个敌人怎么打了 有点轻松的感觉 对吧 那我轻松下来 你让玩家听到这个轻松的音乐 对 那我接下来打它 也好打了 对 虽然也是继承自以前的这个东西 因为处形曲这东西黄昏就有 但它在这上面又玩出了自己的花样 首先它不是给所有敌人都有 它是给 有这个使用必要的这个敌人 用这个必要 其次呢 它还给它玩出了自己的花样 那就是 就是 处形曲完了之后 不直接回到原来的曲子 回到另一首曲子 我觉得 可以说旷野之西 其实咱们三期节目说了这么多 既说的是旷野之西音乐的好 也说的是塞尔达传说系列音乐的好 同时我们也说的是旷野之西的音乐 是来自系列的哪部作品 这个玩法是哪部作品以前玩过 对吧 传承和发展 对 这个音乐的这个主题是以前音乐出现过的主题 那旷野之西 以前我经常见到很多人说 这一作的音乐跟以前的完全不能比 很多东西都没留下来 对吧 就是全是精华都抛掉了 全是糟粕 对吧 但是 请听这三期节目 对 可能 也不能说就是 完全包容了旷野之西音乐里面所有的好 但是我觉得 这部游戏是 毕竟是建立在这30年来 这个音乐作曲家们的各种尝试 然后各种玩花样上面 那他肯定会继承 他肯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闪光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 如果自己回去 在玩旷野之西的时候 仔细听这里面的一些音乐 听大力图的BGM也好 听战斗BGM也好 你就 你甚至都不用仔细听 你就一听 高处有一个钢琴的声音 好 我打中敌人了 那这其实都是新的发现 我 我可能还没有讲 讲 不是 我可能讲的也不是这里面的全部 所以 但已经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了 对 是吗 能有这种感觉就太好了 对 视觉上的东西是更加直接的 对 然后音乐这个东西之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 不论是做内容的这些媒体之类也好 就是它很难触及的一方面 是 因为它一方面需要一些专业的素养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有这种发现和去钻研的这个能力 对 感谢福布尔 就确实收获 谢谢 这三期节目 对 太感谢了 也算是我们从音乐角度重新看塞尔达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吧 是的 挺好的 对 其实这次录节目也确实是讲了很多 就是我很早以前就发现的吧 但是一句没有机会也是不好写出来 然后之前其实微博上还有朋友跟我说 如果你以后想写这类内容 就是你可以把五线谱打出来 然后让我们看对吧 那我说 我心想 声音类的还是更容易接受一点 对 还是这样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五线谱也不是人人都看得懂吗 对吧 所以其实 做音乐现在都已经不认识谱了 对 就我现在都不看谱子就能写曲子 所以其实也觉得 也是感谢集合这个节目给我们这个 邀请我吧 我能有这么一个平台 有这么一个机会 讲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讲这些东西 又谦虚了 大家喜不喜欢吧 对吧 很喜欢 太好了 如果特喜欢的话 请买福贝老师编译的这个 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 还没出来呢 对 现在还在叫稿 所以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大家可以先来合适 采购 采购 采购大师之书 福贵是这本书的外审 我是这本书的编辑之一 但书里是音乐以外的一些 对 主要是 书里也不好写音乐 确实不好写 所以我们有机会用这个节目来补完 我觉得还是挺好 挺好 如果你在有那本书的话 你就全懂了 对 绝了这个 太合适了 真的 感谢福贵和Ride 那咱们这个系列 现在就算填坑结束了 对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